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 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在东谷非常不错的二手投资自住房 首先呢先介绍一下东谷 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不了解这个城市的话 东谷呢位于洛杉矶的东谷 它是属于东谷新开发的一个城市 2010年才建市 那它呢享有小尔湾的名誉称号 为什么呢 因为东谷的世贸非常的好 道路很宽 学区呢又优良 那么东谷近年来呢设施也是非常多 亚马逊保时捷大众还有Costco99大华等等 也都相继入住到了东谷 那么东谷这一边呢 目前它的房市是非常火热的 过去60天内呢 东谷成交售出了236栋房子 其中呢完成交易的有131个 正在过户中的呢有105个 那么东谷在市的二手房源呢也直线下降 因为99大华的消息一放出呢 大家都争先在这个城市买房 觉得大家好所在之处呢 华人的商业餐业设施都会非常的优了 那么房子的生殖空间呢也是很大的 那么之前呢东谷市场上的二手房源 一般都是七八十栋左右 目前呢就在我们视频拍摄当天 那我查的时候 当天二手房源在售中呢 只有46栋房屋 并且呢每栋房屋平均上市时间非常短 就即刻进入ASCO了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栋房子呢 它是建于2005年 是东谷的大户型 东谷整个城市呢 它都是非常适宜家庭居住的 所以它的户型呢 以中大型居多 那我们今天要参观呢 也是它非常大的一种 它的尺寸呢有4398尺 是5个卧室 4.5个洗手间 那整体装修呢都是非常的新 并且这边有两个loft 二楼有一个loft 三楼有一个loft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想象力 去做你的装饰 来享受这样的家庭空间 那么这一栋房屋呢 它的每尺均价只有165块2 165块5毛3 是远远的低于东谷 平均的市场均价的 那大家都知道 房屋增值的时候呢 是每尺均价巨升 那么我们尺寸大 均价低 可见这个房屋的升值潜力是巨大的 那这栋房屋呢 它不仅适用于自住 且非常适用于投资 它进公园 进东谷Casco 久久大华 开过去呢 大概只有5分钟的车程 并且它的周围呢 现在也在开很多其他的设施 包括沃尔玛物流中心呢 还有美国的 非常organic的超市 Spros 现在都在开设中 可以说它是非常方便的 并且它的学区也优良 它的高中呢 有9分 是东谷非常著名的一个高中 我会插个图片在这边 那作为投资来说呢 这栋房屋目前出租 至少可以租到3400块钱 无论你是本地人 做传统贷款25%首付 还是外国人 做外国人贷款40%首付 都会有正向现金流 400到600美金 不等的正向现金流 所以说也是一个 投资的绝佳机会呢 好了 现在跟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吧 好了 我们现在在房子的外观 可以先参观一下 这栋房屋呢 它是三车库 并且是并排的三车库 它的车库空间呢 是非常的宽敞 门前呢 又有一个超级宽敞的停车道 在这边呢 可以轻轻松松的停下六台车 那这栋房屋呢 它是正南正北朝向的 我会插一个 它的指南针的视频 在屏幕上 小伙伴呢 可以看一下 那它位于一个小街的 酷特赛场 一般位酷特赛呢 它的占地都会比较大 而且它的隐私性会更好 而且会更加的安静 好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 房子的外观可以看到前面的停车道是非常非常的宽敞的 三车库并排是车库空间呢 是更加的宽敞 而且三台车子呢 进入车库都不会很窄 那第三个车库用不到呢 是可以做餐库或者健身房使用的 门前这边是有一个门厅的 然后是双开大门的设计 非常的气派 进门呢 其实是有挑高顶的 那进门左转呢是一个传统的美式的蛋 一个会客厅 那这边的屋主人呢 把它做为一个小的会客厅 加上一个招待客人的餐厅 那这边呢是可以直接通向厨房的 右转呢就是我们的楼梯 楼梯呢没有占用很多的空间 那楼梯旁边呢也有富裕的位置 可以做一些居家摆设 放一些边角桌等等 这边呢就是楼下的powder room 那这一边呢就是基本客人来使用的时候 或者是家人在楼下的时候 会使用这边的洗手间 这边厨房呢为开放室的 有双开门纸通院子 那厨房呢是有中导的 中导的呢是带有非常艺术的半圆弧形状 使这边的八凳摆在这边坐的时候呢 更加的舒适 厨垫水池还有水龙头这些设施呢 都是非常的新 那么非常新的更换的 那橱柜的颜色呢 跟中导台面的颜色呢 也是非常搭配的 中导呢为理事granite 那第一面呢是地砖 那全屋呢全部都重新铺过木制的地板 是灰色的非常现代的颜色 那这一边的客厅呢是很大的 那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私密的一个小空间 可以用作为居家办公室 或者是录音室或者是暗房 如果你喜欢摄影的话哈 那这边的屋主人呢 把它便打造成了一个超级大的游戏室 可以在这边偷偷的pick一下 看看里面的样子 哇可以看到很多很专业的游戏配套设施 还有超级多的漫画 可见这个屋主人对这边的爱好是不一般的 那这边呢有一个楼下的套房 这间套房的尺寸呢还是很大的 如果想把这边做独立出入分租出去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下手做打算 前面的小门呢是车库的入口 那这边呢如果做成独立出入分租出去的话 可以cover掉不少家庭的日常expense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房子够大自己又住不过来 为什么不出租出去呢 这边洗房呢也是很大的 那我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楼梯呢也是使用的灰色地板 从一楼铺到二楼这么大的尺寸 可以看见屋主人在地板上也花下了不少啊 那上到二楼之后呢 转左就是我们的主卧 主卧呢也是双开门的 主卧的朝向呢是朝正南方向 一进门呢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非常好的采光 主卧呢自己是带有一个小客厅的 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看电视的空间 或者是作为一个书房来使用 那这边呢可以看到主卧摆下了一张超级大的king size的床 空间呢还复复的有余 不仅如此 主卧的窗户也是非常多的 可以看到大尺寸的窗户呢 光是右边一面墙就有两扇 这样多的窗户又是朝南的走向 可以看到这一间房子是长期被阳光沐浴的 走向主卧的洗手间呢 两边是并排男女主人各自的衣帽厨 足够长足够宽敞 而且各自有各自的衣帽空间互不打扰 主卧洗手间呢也全部都是重新翻修过的 制作的非常的精心 非常的现代且艺术 右边呢还有很多女主人都希望有的一个化妆空间 那这边欧式的浴缸呢坐落在这边非常的舒适 那可以看到淋浴房呢Get Naked也是一个非常生活惬意的一个标志 可以说这一间主卧它的配套设施呢 有一点点类似于Towbrother托尔兄弟的新房那边 对屋主人极尽的奢华享受 对他们的户型设置尽显对屋主人的重要性 从主卧出来呢可以看到进门的挑高顶 这是刚进门没有拍到的地方 那在这个挑高顶呢如果能挂一盏Candelier的话整个空间会看起来更加的豪华 那再往里走呢就是二楼的一些次卧 因为这间房的尺寸足够大 所有的次卧都看比尔文那边新房的主卧大小 可以看见这一间次卧呢 它摆了一张Queen Size床之后还是非常的宽敞 并且呢是带有套房的 套房里面呢是浴室洗手间 旁边双洗手台连通着另外一间次卧 这样的设施呢是非常受老美欢迎 或者是家里面两个孩子左右 他们喜欢用这样的设施 各自有各自的洗手台互不打扰 那且可以share一个领域室 可以说这种户型设计呢是非常受美国人喜爱的 它是一个传统的美国人内部格局的一个风格 那再往里走呢就是另外一间卧室 这一间卧室呢同样超级好的采光 非常大的尺寸 稍作布置呢就会使它更加的温馨 二楼阻拦的尽头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二楼阁楼 这个阁楼的空间呢非常的大 空间非常的开阔 那这边基本没有摆设家具 不过可以想象一下在这边摆上沙发 抬球桌甚至健身器材 各种各样的影院设施 可以使这个空间非常非常的舒适 并且这个空间呢是有一个小阳台 可以只看楼下情况呢 如果你在二楼享受家庭时 家里来人呢你可以直接探头看 是哪位客人到达了家里 那从这边上楼呢就是三楼 三楼有另外一个loft 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主卧套房 因为它携带一个权位 那这栋房子呢它是三层的设计 是有三个分体空调 也就是三层空间 每一层都可以操纵自己的空调开关 好了看了这么多 可以看到这个户型的无限可能了吧 无论是投资自助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快点联系我吧 我是Mina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